这是那礼物上市后的第一个圣诞节 我们该推荐人们送什么礼物 来改变传统面对面的送礼行为 送咖啡 送甜点 送巧克力 送香氛 送香水 都不是 我们推荐人们送出承诺 我们在平台推出 无价的 临人的 能被兑换的承诺 一系列 我会为你做的事 心意兑换券 诞生了 我们准备好各种送给情人 送给好友 送给同事 送给家人的心意兑换券 鼓励人们把想为对方做的事 当作礼物 为了刺激人们行动 同时推出访谈式广告 分众沟通 唤醒人们思考与他人的关系 我会送他的礼物是 他想聊多久就聊多久 2022年 没话简报我来做 只要他想说 我学生都在 把想为对方做的事 当作礼物 广告也直接引导观众 进入LINE 想想看 人们会想送给自己在乎的人 一张零元电子券吗 答案是 新一券被人们送出超过一百万张 等于在LINE 创造百万次的资讯分享 新一券的想法 也是来自我们对用户数据的洞察 我们发现 每五个收到礼物的人 就一位会成为新的送礼者 所以找到送礼门杆低 但动机高的新形态礼物 就能创造更多送礼物的人 而新一兑换券锁到了 结果 2021年12月LINE礼物 整体送礼使用人数 成长493% 第一次送礼使用人数 成长701% 整理业绩 因新送礼者 成长226% 再再看 得送出最多的新一券是 第一名 能来拥抱你 第二名 你想去哪 都说好 而情人之间送出最多的礼物是 你说什么都是对的 当人们表达心意 世界就有了特别的一天 赖礼物 其实礼 到心礼